大家好,今天是2021年1月8号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中午的节目 今天上午A股的各大指数是一个调整的表现 不过北乡资金上午是出现了超过100亿的净流入 那么上午在盘面上我们看到科技股是出现一个全线反弹 那么科技股这波反弹能不能连续 这个还要看向中芯国际和中芯通讯这样的领头羊 能不能连续走强 不过根据最近两天美国十年期国债美元和美国股市的表现看 我们认为包括A股在内的新兴市场 应该将会有更多的资金流入 所以今天大盘的回撤 虽然我们说这个回撤可能会走一两天 但是却是给了我们一个不错的逢低吸纳的机会 那么这是今天中午的节目 详细情况我们晚上再来聊一下 谢谢 sare 出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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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暂ERS 出长 出长 踩 出长